孩子的教育是大事 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那未来十年怎么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呢 今天在辽宁会馆专门召开了会议 咱们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是在辽宁会馆 那在我身后正在举办关于辽宁省妇女发展规划 和辽宁省儿童发展规划的相关发布会 出席本次发布会的有辽宁省发改委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护安厅 辽宁省民政厅 辽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以及省卫健委等相关部门 那具体有哪些情况呢 我们在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 辽宁省政府先后制定了四个周期的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持续推动妇女儿童事业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妇女发展规划主要包括健康 教育 经济 参与与决策 和管理 社会保障 家庭设施 环境 法律 八个领域 设定了79项主要目标和95项策略措施 儿童发展规划主要包括健康 安全 教育 福利 家庭 环境 法律保护 七个领域 设定了71项主要目标和89项策略措施 截至2020年底 辽宁省政协女委员比例处于全国前列 女性就业人员比年保持在40%以上 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婴儿的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分别由2010年的千分之8.3和千分之9.1 下降到千分之3.4和千分之4.4 进入新时代之后呢 妇女儿童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呢 是日益的广泛 那辽宁省妇女儿童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为了促进辽宁省妇女儿童的发展事业 那在国家的规定基础上啊 辽宁省也制定了妇女发展规划 和辽宁省儿童规划等相关政策 每个乡镇至少要办好一所优质公办中心幼儿园 针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妇女养老服务 落实三孩政策 减负政策 解决小眼镜 小胖堆等现实问题 提出了要推动实现 每千名老年人 每百张养老机后床位 均拥有一名社会工作者 给予一千名农村两癌患者 这是患病的妇女 要救助 随着社会三胎上的开放 那社会呢也更加注重三孩政策背景下 妇女劳动儿童的权益保障 关注女性公平就业及劳动权益的保障 同时呢也保障了生育妇女的合法权益 增加了优质的普惠托育服务等 提供政策型的岗位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呢 在开拓 今年我们还是要提供 40万以上的政策型的岗位 比如说 国务员的招入 事业单位的招聘 青年就业见习岗位 方方面的这种措施 每年呢政府普及这种培训 要30万人以上 特别是呢 我按照这个国家的新的要求 我们要发放 数万张以上的职业服务 每年我们要实现 承证单位这个人员中 有性的这种 就要达到40%左右 除了妇女之外 针对儿童在寒假即将到来之际 为巩固双减工作成果 辽宁省教育厅 严防义务教育阶段 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 违规开班 面向三到六岁 学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 违规开展线下学科类 含外语培训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以素质拓展 拓展思维训练等名义 超范围开展 学科类培训等问题发生 严查隐形变异行为 严厉打击以家政服务 众筹私教 严学等名义 进行的变相违规培训